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最近宣布暂停营业的 Choco这家餐厅 那你有可能想说 那暂停营业你还分享哦 那不是的 是小茄子 之前有说过会陆续分享 曾经体验过的餐厅嘛 就刚好选到Choco 那也是查了 才知道它前阵子宣布暂停营业 但是呢 之后还会重启营业哦 所以我想这个记录 就可以作为一个很棒的分解点 然后给大家做参考哦 过你对这家餐厅有兴趣多了解 那么就一起看下去吧 那在我们点完晚餐之后啊 提供给我们的是 泼多的气泡水 但如果是像小茄子一样 喜欢strong感的气泡水 那就可能不会很喜欢它 因为泼多的气泡 是非常温和柔和的哦 那修修提供的面包呢 是属于相当有嚼劲 而且会喷发面包香的那种 那当然是小茄子很喜欢的哦 秀秀的厨房啊 是半开放的模式 所以当时抬头看到了一个正美女厨师 觉得人家很漂亮嘛 所以就给她拍了下来 那我们点的是当时的testing menu 眼前呢是今晚的第一道菜 白芦笋 佐鱼鱼子和柠檬 一看哦就是会让人食欲打开的组合 我记得也是非常好吃的哦 这道啊好像不在我们的testing menu里头哦 是我们另外加点的前菜 我对于秀秀的印象呢 就是只有这一道不和小茄子的胃口 其他都是很不错的哦 回到testing menu第二道 烟熏木鱼球 佐甜豆和石螺 是把我们熟悉的四木鱼的鱼肉 做成鱼球酥炸过 那它外脆腻软哦 咬下去呢 还散发出一些烟熏的香气 有种中西合并的感觉 好吃之外呀 又利用创意拉高分数 那testing menu第三道呢 是香煎鸭干 佐琵琶果酱 和硬尘膏 那这个鸭干没有记忆点 看来是不会踩雷 也不会让人呢 有特殊的口感 以及味道的记忆哦 但是如果书书未来 还是有鸭干料理 小茄子还是会点来吃的 因为呢 小茄子爱鸭干哦 好第四道呢 是烤五菇 佐地瓜 和西班牙腊肠 这道的设计啊 应该是餐点当中 提供给客人增加蔬菜量用的哦 但是味道调和的很不错哦 那这道呢 是马头鱼佐 櫛瓜和橄榄鸡鱼酱 现在这个剪辑阶段呢 看到马头鱼就想起它 一口又一口酥脆的外皮 哎呦 觉得肚子饿了啦 各位看官 作为一间米其林餐厅 这道呢 是修修扬名国际的经典菜哦 油风鸭腿 整体的口感呢 是外酥逆韧 而它的调降呢 也非常的独特 那未来它这道菜 若是没有就是取消拿掉的话呢 大家都还是可以尝试看看的哦 接着准备要来上今天的主菜啦 但是在上主餐之前 跟大家分享一下 修修使用的牛排刀 就是这个来自英国的 应该叫Athena 那小茄子上网查了一下资料 据说这家呢 都是专门设计给一些 就是饭店啊 精品 然后所使用到的餐具哦 那么这把刀子来要给你切的呢 是今天的主餐 探烤日本A4纽约克和牛 大家看到了吧 和牛色的粉粉嫩嫩的 在脂肪与肉之间的纹理分布 真的是光看就觉得很好吃 接着上来的这一道 我忘的是什么耶 有记得朋友可以下方留言 可以跟大家做个介绍哦 主餐都算完啦 那么喝口酒准备吃甜点咯 它这个图片看起来都不错 谢谢 真的做漂亮 我有一支RD 那今天的影片结束啦 希望你今晚呢有吃的饱哦 很快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还没订阅朋友赶紧订阅起来 我们下集见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